副總好 想請問在高雄 台北 桃園以外的縣市 民眾如果因為足跡重疊 被強制送到 防疫旅速居隔的話 必須要自費 那有人抱怨就說那也不如確診 因為完全免費 那當這樣講是氣話 不過有人戶頭裡 確實就是沒有錢 付不出好幾萬元的居隔 費用 請問這個部分有解嗎 謝謝 跟大家也報告 這是因為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基本上居家隔離 是以在家隔離為主 那除非是我們所責定的 譬如說他的一個 陽性率非常高 那我們會責定他變成是一個專案 或者像移工 或者有些人的居家的環境 確實完全沒有辦法 達到一人一事的要求 那這我們會要求他照集中檢疫所來檢疫 那至於集中檢疫所的檢疫 基本上這種 集中檢疫所的隔離 基本上這我們是不收費的 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如果他自己匡列的很大 或者他認為說有這樣的一個必要 那跟這個原則不符的話 那政府就應該在上面做一些考慮 讓我們的原則很清楚 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可以進行看看 わ Frau先生 注意多好 然後這個師父母 所以我們可以進行 什麼